報告院會 現在對行政院院長、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繼續質詢 在進行質詢之前 先請副秘書長報告部會首長請假請行 報告院會行政院來函 行政院農業文會陳主任委員集中 本日下午四時二十分起因公請假 由房屋主任委員金陳代表列席報告完畢 報告院會現在進行個人質詢、內政組織質詢 現在請陳怡潔委員質詢 詢答時間為三十分鐘 主席各位同仁有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請蘇院長 我們今天同婚的轉法已經禁腹二毒了 這個部分其實大家外界都質疑 這有可能是民進黨害怕夜長夢多 所以乾脆趕快速戰速決清理戰場 那是這樣子的一個態度嗎 貴院審議的如何運作我們都完全尊重 因為為什麼大家會有這樣的質疑 因為五月二十四號其實才是大法官事件期的這個期限 那說真的也還有兩個多月 所以大家覺得說其實這個東西是可以在委員會 立法院可以有好好討論的這個理性空間 所以禁腹二毒的話 甚至可以懷疑行政院有可能是想要推卸責任 甚至是便宜行事的這個態度 那這裡你要不要做一個澄清還是一樣苟同大家外界的一個看法 行政院依據大法官會議的解釋 以及公投的結果 我們如期送到大院 我們尊重大院的議事審議 如何運作我們都尊重 院長我覺得這個尊重 這個東西其實是非常寬廣的一個名詞 又相對的非常的空虛 我想要提醒的是過去一例一休年金改革 其實很多暴衝式的這種一個的修法 其實都造成外界很大的一個後遺症 那所以如果現在政院版的同婚專法 看起來外界認為是這樣的一意孤行 那包括因為我們知道有很多配套措施細節上 其實大家都還可以更理性的討論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也應該要說一個說明呢 這是行政院尊重民意 民意公投的結果 說不能修民法 我們沒有修民法 民法婚姻夫妻的規定完整不動 公投的結果說要訂定專法 我們訂定專法 所以訂定專法草案 送請貴宴省議 所以絕對不是便宜行事 或者只是單純想要清理戰場 認為說投過身就過這種一種想法 或者任何的政治考量 有沒有任何政治選舉的考量 不是這樣 完全不是任何的政治選舉考量 我們都認為 性傾向是 異性戀同性戀都尊重 而性傾向怎麼樣子 贊成反對 都同一國都同樣生存在這個土地上 在這個天地間 我們都應該互相尊重 行政院的態度就是認為 我們應該寬紅的來接受不同 我們應該尊重彼此 讓台灣是一個彼此尊重 互相寬容的國家 對院長其實我非常贊同 如何維護所謂同婚的權益 這個部分如何保障 我覺得是相對重要的 當然也是尊重整個公投的結果 但是呢 比較可疑 當然剛剛院長說 這個完全這樣的一個清理戰場 也不是這樣的做法 也不是為任何的選舉考量 甚至行政院號稱 這是亞洲第一部的同婚專法 可是呢 大家看到 我們用的這個 好像是在玩文字遊戲一樣 是要用司法院 制製第748號解釋施行法 甚至造成的好像是另外一種對立 因為呢 贊成了說這是去死吧的法案 反對說這是氣死兒的法案 反而看起來不是相對的對話 而是另外的一種分裂 或者是另外一種對抗 而不是對話 但這個部分呢 行政院又大大大說 欸我跟你講我是第一部 亞洲第一部的同婚專法喔 可是呢 弄得好像是油爆琵琶般遮滅 感覺是有一點遮遮掩掩 而是玩一點點所謂的文字遊戲的這個蹊蹺 你覺得這樣的方式光榮嗎 完全不是這樣 是因為我國大法官會議的解釋 等同憲法的效力 大法官解釋明擺規定 這同性子卑的兩人 婚姻自由 那我們可以講的 因素 平等保護 那我的意思說 這個法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的解釋 等同憲法的效力 行政院必須尊重 因此這一個草案 就是尊重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也就是司法院四字 第七四八號解釋 那這就是我想問你 就是說一般人來說 其實你就說是同婚專法 那大家認為你在玩文字遊戲之外 另外一個大家覺得比較可疑就是說 那如果假設我們今天就這樣開了一個惡例 開了這一箱 那未來在六法全書上面 會不會就充施者 比如說司法院四字第 XXX號解釋施刑法 會不會到最後反得 生動的民眾一頭霧水 未來會不會 你開了這先例 未來會不會就是這樣子做了 委員 立法要怎麼立 是貴院的職權 這個我們都尊重貴院 未來會有怎麼樣的立法 這個尊重貴院也是貴院的職權 貴院未來會立什麼法 我們行政院不宜批評智慧 院長我只希望說 我覺得啦 不要選 以外界來看 我們覺得有點玩文字遊戲 甚至逃避 所以要如何 就是我再重申一次 就是尊重公投的結果 而是排除任何選舉考量 政治考量 我覺得這來對 來與同婚的這個專法來說 才是最重要的 那接下來我想有請一下陳主委 那院長 院長 我們等主委同行 我先問你好了 院長 其實兩岸現在 是不是一個準戰爭的狀態 因為這個是不是你的認知 就是說現在兩岸的狀態 已經是準戰爭的狀態 不是 不是 OK 中共武力犯台什麼時候會開打 我們這邊有沒有評估 譬如說下個月下半年 明年還是後年 為什麼 因為呢 之前院長給我們的感受 就是 是一個很有擔當 一直衝衝衝的院長 可是最近對於面對這個兩岸問題 好像開始戰戰兢兢了喔 那到底是有所本呢 還是因為危言聰聽 因為中國一再宣稱 不放棄武力對付台灣 所以我們始終戰戰兢兢 但台灣是一個民主開放的國家 我們都為維護區域和平穩定努力 也為守護國家主權 服務國利民努力 所以院長 簡易來說你的說法 假設我是一般民眾 我只想清楚了解 那我們有沒有認定 他到底會不會打過來 我們不畏戰 不挑戰 但我們做隨時應戰 而這個應戰不限於中國 任何國家要侵略台灣 任何國家武力要對付台灣 即以保家衛國 維護國家主權 政府都有責任 要盡最大的努力 隨時做最好的準備 只有做戰爭的準備 才能得到和平 所以我們已經做好準備了嗎 我們都做最萬全的準備 盡最大的力量 任何國家再強再大 如果要侵略台灣 並吞台灣 台灣一定要讓他付出代價 但是院長 我想提醒你的一點 當然你曾經說過 站海灘 站海上 站街道 站山上 就算剩一隻掃手 你也要拚 但是我想要提醒的一點 就是說 前國安局長也有說 如果今天兩岸真的開戰了 這個戰場其實是在台灣 所以不是有去陪就好啊 那台灣人民也沒有權利 就是說需要 也不能說沒有權利 台灣人民沒有相對要陪 你們一起玉石俱焚 我覺得 所以說如果今天戰場是開在台灣了 那未來你要知道喔 打一天台灣的傷亡就會更重一天 而不是打越久 誰撐越久 越厲害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要用這樣的態度 去看待這樣的一件事情 跟戰爭 那另外一個部分我想請問一下 陳主委喔 就是說你說 現在是瀕臨城下 那我想了解一下 到底是你嘴裡的瀕臨城下 是怎麼樣的一個瀕臨城下 因為就像院長說的 你們贏戰 不畏戰 其實相對這個言論呢 也被對岸說成是盲人其鄉嘛 夜半臨聲池 那對於這樣子一個說法 你們怎麼看 陳主委委員 剛才你引述那一段話 站海上 站沙灘 站街道 站山上 其實還不只這四句 還有另外三句 包括站登錄點等等 而這個話 還不是我蘇貞昌說的 這個比我早幾十年 是邱吉爾在希特勒要打英國的時候 他說的 當時邱吉爾是英國的首相 就等於現在台灣的行政院長 但院長我想提醒你的是 時間空間背景都不同了 就是說今天前國安局長蔡德勝也說 兩岸開戰的戰場一定是在台灣 所以戰爭的殘酷是我們要去面對的 不是說我們今天撐越久 我們就越有gas 而是撐得越久 有可能傷亡就會越慘 所以我希望院長 就是說我當然很欣賞你保家衛國這個gas 或者讓人民可以有安全感這個gas 但是我們必須要面對現實 而不是要人民跟我們一起玉石俱焚 我覺得這一點是我想對院長的提醒 陳委員 我們面對現實是應該的 但絕不投降 而雖然時空背景不同 但保家衛國的決心是相同的 而這個也不是人民陪我 或者陪政府 而是大家舉國上下 團結一心 為外敵才不敢親我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主委 就是我所問你 就是說對岸已經這樣說你是盲人其瞎 夜半臨生辭了 那這個部分怎麼看 因為中國解放區到底什麼時候打來 我們也不知道 那如果我們現在就站在這裡 大聲的喊殺喊打 是不是有點阿Q心態 因為對方的D-Day到底是什麼時候 你知道嗎 我是主委 喊殺喊打的是對岸 是中國有一部分人 相信全體中國人民 絕大部分也不喜歡打戰 也都在追求和平 而中國是多少年來多少世代以來 被外敵欺負最多的 連習近平都說他中國不行霸權主義 不挑動外地革命 他都在南美洲都曾經做這種演講 我們希望習近平先生 這一種心理也能對台灣2300萬人抱同理心 我們台灣絕不去挑動任何戰爭 但台灣雖小 人民雖2300萬 但台灣人多少是在經營這一個國家 保住這一塊土地 我們作為今天先祖傳下來這塊土地 我們要傳給往後的代代子孫 院長你講的我都懂 但是我覺得今天很可疑的一點是 我發現陳主委主會在旁邊一直笑 我問他他都看著你的避而不答 你是怎樣是上面有下指導期 還是你現在看到我覺得我長得比較醜 上面的記者比較帥 還是用這種方式在逃避問題啊 身為一個陸委會的主委 要有相對的態度而不是選擇逃避 所以我問了你很多次 我也要問你的態度 可是我們的陸委會主委 連表態都不敢 都要院長出來替他擋子彈 成何體統 還告訴我說我們不用衛戰 笑死人了 那你現在是不是應該看一下 我們現在的這個說法 已經被對岸說成是盲人騎瞎馬 夜半臨聲池 到底主委你怎麼看 你不可以再找救兵了喔 謝謝委員 我跟委員報告 我過去為什麼講什麼是叫兵臨城下 也就是 炎月二號 習近平提出了習五條 習五條 很清楚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這個部分 已經是兵臨城下 我相信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這個方案已經在習近平的桌上 你可以看到現在兩會在舉行 他們再度重申 而且兩會結束後 要所謂啟動所謂民主協商 要來強迫我們去接受 他們所設定的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 習五條簡單來講 哪五條 第一條統一 第二條統一 第三條統一 第四條統一 第五條要統一你 習五條就是要統一你 這不是要兵臨城下嗎 OK 所以就是你認為說 這一切一切 只是說漂亮的話 其實我們就是正在被統戰中嗎 當然啊 OK 你是這麼認定的嗎 是啊 好 那我現在就想提出一點質疑 就是說如果未來 假設我們現在一些大陸 因為你剛剛有講說 一國兩制跟台灣方案這個部分 那我想知道就是說 如果未來大陸去參加的學者 或者是一些民間團體 他去參加一些研討會或者活動 可是會議裡面沒有去出現 所謂的一國兩制或台灣方案 因為你一直跟他說 譬如說你不可以你不可以 要不可以出事 那我想請問到底如果他們去了 到底是根據什麼樣的法來罰 還是說違背了什麼樣的一個法令 因為我覺得相對這個主委 是要說得很明確的 跟委員報告 正常的學術交流 正常的政黨交流 正常的城市交流 這個都是我們的政策 所以你不反對 你也不會刻意卡關 但是如果 不會嘛 你要先回答我啊 如果你認為的正常的學術交流 正常的所謂非官方的交流 你絕對不會刻意卡關 正常的學術交流 會不會啦 正常的學術交流 根本不需要我批准啊 不是啊 那有一些你可以間接的啊 跨部會的教育部 跨部會還是要審核 不會啊 相對你可以有意見啊 正常的學術交流 不需要申請啊 那我問你嘛 如果未來他們 附大陸參加一些座談 但沒有這些 他們是依什麼樣的東西 要讓你罰 依什麼樣的法規 要跟你罰 跟委員報告 標準啊 國際關係條例有特別談得很清楚 必須經過政府授權 或政府正在談 未經政府授權 去跟人家談政治協議 才要受到處罰 那主委 這個就是我另外的一個想 另外一個想要請教你的 就是說因為 你剛剛也提到 習近平年初對台講話 提到是兩岸各界可以 兩岸關係展開民主協商 而且這個民主協商呢 是尊重台灣主流民意的一個體現 也不影響 也不取代兩岸的協商談判 所以我不懂 如果是在這樣的一個體制下 狀況下 為什麼 國內的學者團體 或者 個人 不可以去參加 你懂我意思 就是說我今天是一個個人 是非官方的一個立場 可是我要去大陸 讓人知道說 台灣想要加入所謂的國際組織也好 或者台灣就是不希望 就是對我想提出對台灣一些更有利的 一些方案都好 我可以透過這樣子一個交流 去發表的想法 難道這樣也不行嗎 跟委員報告 民主協商 對中共來講是一個專有名詞 不是一般的學術交流 當年國共內戰的時候 老共就提出了民主協商 這個民主協商 之後來就轉換今天的他的政治協商會議 所以民主協商對中共來講是一個專有名詞 它不是學術交流 所以你覺得這些都是漂亮的謊言 不是啊 民主協商對中共來講是專有名詞 它是有一套體制的 不是啊 但我是 如果我今天是非官方交流團體 我會覺得說 看起來不錯啊 但是你就說 沒有沒有它是 它是毒藥 它是包著唐一的毒藥 是這個意思嗎 委員 你聽我講嘛 在中共的術語裡面 專民主協商是很特別的 它轉換到後來的今天的政治協商會議 跟我們所說的一般的學術交流是不一樣 兩個是一碼歸一碼 我們反對是那個民主協商 不反對一般的正常學術交流 哦 那我這樣想請問你 就是說 如果 連我去參加所謂兩岸民主協商的言論自由 是不是也都沒有了 就我聽你這樣講 意思就是說 沒有什麼民主協商言論自由 民主協商就是一個機制 哦就是一個機制 所以也沒有所謂的有沒有自由 這件事情 那 因為呢為什麼這樣說 如果今天 就像我剛剛說探討的 如果我今天是非官方 可是我是民間代表去的 是可以提出 對台灣更有利 或甚至比現在為實現出來更好的台灣方案 為什麼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平台可以談 可是我們政府卻覺得連談都不能談 我們要彼此了解 彼此溝通 不是製造對立啊 我想院長這個你應該也很認同 就是說彼此要有對話 也要有談話嘛 那為什麼不能談 因為我覺得要談才有突破 就是說 那個主委你不要說到大陸 我好像讓人陷害 我跟你說 台灣人不是吃素的人 你知道嗎 所以你身為一個主委 你們要站出來話聲 叫我們硬起來 結果到最後 我跟你說 他就是要恐慌要統戰我們 這種心態怎麼會對 你要對台灣人有信心啊 對不對 所以院長我覺得 事實上有點太過了 其實如果我們可以增加 不要非官方的嘛 因為你官方的話 就算他今天是民間的代表 他去了大陸去談了什麼東西 民眾都是可以 他們都是應該被監督被檢視的 如果他今天出賣台灣了 或簽了任何出賣台灣的協議 台灣人是會唾棄他的啊 這哪需要你陳主委在這裡大囊囊的講 我更必須跟委員說明啊 所以我覺得 要如何 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是大院通過的法律 大院通過的法律裡面就限定 沒有政府授權不能去談政治議題 我們尊重大院所通過的法律 主委 calm down 我現在在跟你談的是 所謂如果是一件非官方的交流 連你們院長都笑了 我笑的是因為 用同樣的語言講不通 還要用英語講康道 所以不是 所以 對不對 所以不是 院長 我覺得不是這樣 你主委一剛開始先看著你求救討救病 然後我不知道是上面下指導期 不能說還是不應該說 說了之後又暴衝 但我們現在好好冷靜討論這件事情 好像他也覺得不對 那我只覺得說 如果今天對台灣有利 為什麼我們不開啟談話 為什麼我們不去透過非官方的這種說 去讓人家知道台灣人要的是什麼 什麼才對台灣有利 這個都可以談的 好 來 你要答詢了 那我現在來答 第一 我們一直認為 平等互惠 學術交流 生意交流 都非常好 我們都支持 但 如果委員 你有研究 中國共產黨的歷史 或者研究 國共內戰的經過 民主協商 是中國共產黨 一個特有的名詞 那一段 中國國民黨被中國共產黨吃掉的 整個經過 就是一直用民主協商 一步一步吃掉 而最後 這個民主協商的機制 就是現在中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裡面的一個 所謂的政治協商會議 簡稱政協 所以這有一段經過 你講的這些 這個委員 你可能不知道這個歷史經過 你可能不熟悉 中國共產黨是怎麼吃掉 中國國民黨的 是怎麼吃掉中國大陸的 院長 所以民主協商 我覺得你需要告歉 我們沒有不了解 我覺得對於這個部分 你是要尊重的 那另外一個部分我也想講 不要遇到兩岸問題 不要遇到兩岸問題 你就跳起來 好 我知道你們現在呢 你們的蔡英文總統現在是辣 辣台妹 好 你們也不用搶著 好像剪刀槍一樣 像每個人都想要來做 辣台地 辣台歌 不需要 我們身為台灣民眾 我們需要的是穩定的兩岸關係 我覺得這是相對重要的 我不懂 這是我所說的 就是說 如果今天兩岸和平協議 如果要算出 這大家都知道 要透過兩岸官方授權的單位才算數 那我剛剛也說了 他去了 任何一個人 就算非官方 去談的不該談的 甚至是消滅台灣民主的協議 有誰會敢去簽 再來 就算他去了 說了不該做的 說的話 做了不該做的事 難道他不會拖棄他嗎 會嘛 有有 中國國民黨的主席 那我覺得 不要去載話 要簽名和平協議了 所以說真的啦 我認為你們不應該 把兩岸和平協議 去載化成統一協議 或 統降協議 投降協議 為什麼 其實時空背景都已經不一樣了 就像說 現在 川進二會破局 難道他們不願意再去談第三次嗎 一定會去談嗎 所以 就是就像你說的 我們今天對我們的鄰國 任何一個國家 我們都開放一種開放的態度 我們都願意去談 那如果今天政府換個心態 換個觀點 把兩岸關係的和平的可行性 都去做 都去溝通 那何必自己堵死自己 我覺得這是態度上的問題 你已經替你自己已經下了一個據點了 那怎麼又開啟對話 這個我真的是看不懂 不是說引戰 是很厲害的 還是說我挑戰 我就是有GAS 我不會戰 我也很有GAS 我覺得挑戰 引戰 不會戰 這本來就是政府 應該做為人民的靠山的一個責任 可是如何堅定的穩定兩岸關係 而不影響兩岸的所謂非官方的交流 我覺得這也是相對是 我們政府的責任 是對 主委 你自己都說 你是上通下民 陳明通 但是我想問你 不溝通 不協商 甚至非官方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不去主動的讓非官方去溝通 而去打壓民間亞裔地方的阻礙對話 請問怎麼和解 不要說和解 你要怎麼對話 真的 不是說 就像你說 你說欸 兩岸關係停滯喔 那人不是我台的 人不是你台的沒錯 但是 人都要被殺了 你還不去救他 那相對你們是間接殺人嗎 欸主委 你看那是什麼意思 請你尊重一下好不好 你要我回答嗎 是啊 我 不需要你回答嗎 好 那我現在回答你了 你要搶救兵 哪不然就是 態度這麼輕飆 你什麼意思 你看到兩岸關係 我跟你提兩岸關係 不論委員會在這裡 你就一副好像吃了炸藥一樣 那你跟我說 你有多通 多會 多會替我們台商爭取福利 替我們維持兩岸關係 真的 這都空話 看你對我們的態度 就很明確了 好好的冷靜跟你談論這件事情 請問委員 我現在可以回答你嗎 我可以回答你嗎 那請問 我要你回答那麼多次 你都一直看上面 那請問你可以回答嗎 好 我現在回答你嘛 和平很簡單 我們一再呼籲 北京放棄對台動武 就有和平 不需要簽什麼和平協議 只要他放棄對台動武 所以你覺得他會對台動武嗎 對不對 是不是吧 是不是 連韓國瑜 韓市長都講過 不要懷疑北京統一台灣的決心 你不要扯到韓國瑜啦 我現在是問你陳明通的態度啦 是不是嘛 他說我講過啊 對 那所以啊 我要的是你的態度 北京只要放棄對台動武 兩岸就有和平啦 第二點我們一再呼籲 你要在這裡呼籲啊 三位陸委會的主委 你要在這裡呼籲 對著大陸說 只要你放棄武力犯台 我就願意冷靜下來跟你談啊 這個是你的工作啊 你的態度啊 北京也一再呼籲 不屑前提 政府對政府的互談 我上任以來 就不斷的呼籲啊 其實院長 我對於主委的這種態度 我覺得不是面對問題 解決問題的辦法 康大委員 台灣不管是對於美日關係也好 或者是兩岸關係也好 說真的 這個都是黃環相扣 互相連結的東西 所以說真的啦 你要脫離不可能啦 所以如果要把 國家的利益擺在前面 而擺脫 所謂的激化 激勵 甚至是把選舉的因素 政治考量放進去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可恥的行為 我也希望兩岸關係能夠 可是兩岸關係 calm down 的責任 是全民的責任之外 更是 你蘇院長 更是北京的責任 所以你覺得兩岸關係 calm down 你沒有責任是北京的責任嗎 不是這樣講嘛 北京有責任 最重要放棄對台動武嘛 是北京的責任 我非常明確的 委員 你想 台灣從不去招惹北京 反而習近平 今年1月2號 他就發表 九二共識就是一國兩制 就是統一進程的努力 都是他在破壞現狀 院長 我覺得沒有人說 要聽習近平什麼 我是一個台灣的民眾 我只希望台灣 能夠保護我什麼 能夠給我什麼 委員你不只是台灣民眾 你是台灣的國會議員 從已開始執取以來 你都沒有指責中國半句 你都只在批評我們自己政府 真的院長 這裡不是我們在耍嘴皮匙的時候 身為外面的任何一個民眾 只希望我們不能安排我們的過生活 我們要的不是戰爭 我們要的不是不衛戰的政府 我們要的是保衛我們的政府 批評中國一下嘛 沒有半句批評中國 都只是批評我們自己政府 我們沒有批評喔 我們沒有批評你們喔 我們都叫你們拿出相對的方案 跟相對的對策喔 我們說如果可以讓台灣 能夠讓放民間交流的話 去讓去表述說 我們認為做哪些對台灣好 為什麼不行 那對習近平所講的這些 請你批評一下 真的院長 我覺得應該要冷靜的是你 請批評習近平一下 你應該要冷靜的是你 我已經說過 身為台灣民眾 我要的是 不是一個不衛戰的政府 而是要給我能夠平安健康 甚至是能夠讓我不面臨戰爭的一個政府 我也是 再來我想請問一下 主委你請回啦 另外一個部分 我想請問一下院長 行政院跨部會協議已經確定公投修法的方向 是不是就確定公投跟選舉是脫鉤的 現在還沒有整個往這一方面定案 我們都從各方面來演繹 所以2020大選是不是就不會有所謂的大選版公投的狀況 這個演繹 把過去所做的各種情況利弊分析 怎麼樣比較好既能尊重民意 又能有效運作 那這個最後都要經過大院貴院 立法或者修法才可以 院長我想請問你 這個利弊分析呢 是有任何政黨利益的考量放進去 譬如說今天這個公投法對我的大選不利 我就不綁 有利我就綁 是這樣嗎 絕對不會有這樣的考量 民進黨政府從不害怕公投 是過去中國國民黨一直視公投為洪水猛獸 好不容易今天台灣人民可以行使直接民權了 但行使後有什麼好有什麼壞 都要必須不斷的檢討 希望能到達到最好的境界 也是政府的責任 至於檢討修正的草案 未來還是經由最高民意機關貴院 所以檢疫來說 同意通過才行 所以院長檢疫來說 不會有所謂的所謂的政治考量的因素 才會決定要綁或不綁嗎 這個是可以政治因素是排除的 這個最後修法都是貴院的職權 所以就到最後就是說 如果就是說你不會有這樣的考量嗎 就是還是尊重嗎 立法是要為全體國人考量 為國家長治久安民主進步來考量 不是為政黨考量 院長我想請問 就是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質疑 外界會有這樣的質疑喔 因為去年反空污反深澳 或者是以和養綠的這三個公投過關 說真的就是也嚴重的啦 外界都認為嚴重打點了民進黨 2025非核家園的政策 所以呢 他們認為說民進黨如果假設 他跟大選跟公投脫鉤了 其實這個是要卡 有關以和養綠二階段何能減煤的這個公投 是不是就沒有這件事了 好 謝謝 接著請廖國動委員質詢 尋答時間為15分鐘 有請行政院長好嗎 請蘇院長 好 院長好 你好 首先我要先問一個題外話 就是2020的公投併大選 要併大選嘛 那現在中選會說要修 修把這個應改得 不曉得院長的個人的態度怎麼樣 現在還沒有看怎麼樣 我們會有任何修正修改 要經過大院貴院同意 OK 你自己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立場 就是了 現在我還沒有看到 尊重立法院的決議 這個一定是貴院的職權 好 第二個呢 我要跟院長這次分享 分享原住民的相關的政策 我已經跟你說過 你是第二次當行政院的院長 所以事實上我知道你對整個國家 整體的政策 尤其是原住民的政策 你已經非常的了解 好光你很多孫子都是原住民的身份 那現在有幾個法案 我們寧可用行政院立法代舵 來做質疑 因為原住民治治法 土地海域法 這個權力回復條例 都是原住民現在非常重視的 但是一直都沒有進展 有關相關的法律 因為都非常的包含各個方面 都必須徵求各方意見 然後形成共識後才能擬定草案 經行政院會通過 送請貴宴審議 這有一定的流程 我知道 不過原住民主基盤法等等都已經通過 對 你提到了原住民基盤法 到今年第15年 院長 所有的條文都條例 該哪些要完成什麼時候 當然沒有講什麼時候了 該完成的都奴隸在這個條文裡面 當然是15年了 院長 一直都沒有進展 你有沒有比較新的想法 等一下我再讓你說 我現在要給你一個前提 好院長 我們在去應該是三年多前的選舉的時候 我們蔡總統曾經到我都南部落 就是你3月1號去的都南部落 在那裡正式的宣告 要讓都南部落來示範自治 我不曉得你知不記得這樣的一個消息新聞 那當我們今天再回頭看的時候 總統都說過了 說了兩次 第一是像我部落講的 後來在總統府又講了 公告都南等區域傳統領義逐步落實原民自治 那我很高興看到有同仁幫我準備了你一個蘇院長說 態度決定了解決問題的速度 這是你說的吧 OK 那我今天就是要問你 對於原住民土地跟自治的相關的進程 你的態度是什麼 因為會影響那個速度 謝謝委員指教 我們認為原住民族在這一塊土地上 真的就是原住民 對 而多少年來因為外來的欺負 原住民族其實受到很多不公不義的待遇 是 所以蔡總統代表政府誠治道歉 是就是態度 那相關的作業方法都有帶各方來努力進行 所以 委員你出身的都南部落 那天我特別去 也在那裡看到 這個土地真的可以就讓都南部落來營運管理 但要營運管理其實當天委員在場 其實還沒有這種行政人才經營人才 所以我當場就先是不但要給予經費來培育這方面的人才 同時包括怎麼樣子種植林木 包括經費包括機具包括各方面全力支持 讓原住民族不但真正營運管理這一塊土地 而且馬上用政府的資源給他 讓原住民族就都南部落 這是一個很特別的部落 我很高興啊委員啊 你是出生地真的出人才 那這個委員現在是國委員 但你沒有辦法自己在那裡種樹 還是要有各方的資源去 我當天去就是希望原住民族都南部落 已經是一個特別成立法人的部落 讓他真正有資源 然後培育人才以後才能世世代代 真的經營這個土地 這才是真正的 我非常佩服院長的記憶力 你一字不漏從頭講到尾 跟在都南的宣告是完全一致 我非常佩服 因為是我的話不是背來的 是佩服之言 但是我接下來要跟院長說明一下 你都知道的是 在總統府的原住民歷史轉型正義的委員會裡面 總統在第六次委員會特別說明了 原住民族土地的議題當中有三塊關鍵的拼圖 在追溯歷史真相的時候不可缺少 那就是林務局的台塘的跟退府會的土地取得的過程有爭議 所以應該要處理 但我們現在不是在談如何把這個爭議做化解 而是多了解一下 不管是林務局的 台塘的跟我們當天去處理的退府會都是有爭議 將來我們都必須要處理 那我現在接下來就要在最終您剛在都蘭講的那些事情 我們如何來落實呢 落實 那個院長你知道退府會的農場經營在原住民主地區啊 非常的多 從台中的這個福壽山農場 仁愛鄉的這個清淨農場 彰化的這個這個農場 滿洲的農場 武林的這個農場 台中跟宜蘭都有 還有台東的 在花東 有超過將近兩千公頃的寒都蘭林場 都是退府會目前在管理 我看也是心驚膽跳 我們經過了那麼長的時間 我們以為都可以處理的 但是看起來還有在院長最後的定奪 待會兒再請你是不是可以做宣告 我先講其他的比較容易解決的 第一個是林務局 長期以來我個人一直支持 林務局應該要跟這個當地的原住民部落 或者是區域啊 來做部落土地的這個共管 要共管 但是共管我們現在發現了一個問題 共管所有的意見都是機關的意見 沒有聽到部落的聲音 我們現在要導正 讓部落為主體 當它變成主體性的時候 那個就有一點點自製的味道了 院長你同意嗎 林務局那天去看這個都蘭部落確實很不錯 因為他們無論哪一個年齡階層 都有非常傳統的這種成績下來的那種一帶傳一帶 而且還真正有訓練 所以真的有這種人才才能管制好的土地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值得鼓勵 總是也要訓練 所以這個怎麼樣子讓原住民族能夠訓練這種一帶一帶好的人才 來管理這些土地讓土地能夠有效 而且能夠好的運用我都很支持 院長第二個 關於台塘 我剛講的是林務局 那退伏會我們已經有經驗 等一下我們來把都蘭部落再燙開來再講一遍 現在我講台塘啊 你知道台塘的土地西部我不知道 但是在花東啊 他所佔有的現在經營的土地非常的廣 包括一樣的這個這個玉璃部落通通都有 那現在我們 我有跟那個董事長也討論過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台塘公司的土地 位在原住民地區的當地部落有優先使用的權利 你同意嗎 院長你要表態 你的態度很重要 台塘其實已經有一個承諾就是 如果是可能是在原住民的傳農的土地上面 他們土地不會做任何的變更 維持現狀 他未來要怎麼處理 還要再跟原住民做一個對談 我現在講的是 當原住民想要使用那個土地的時候 要有優先的使用權 要有優先的使用權 不要到時候我們去申請 好困難喔 去的時候才發現 有其他漢人已經先行申請 我們常常碰到這樣的問題 我們現在要強調 我希望院長宣告 台塘在原住民主地區 就是原住民有優先的使用權 院長這樣可以嗎 剛才主委特別講 就是台塘公司現在跟原民之間已經原住民主在這裡使用土地了 那這個現狀他不會去變更 就怕哪一天突然就變更了 所以院長你要宣告 你說原住民有優先使用權可不可以 應該不會 我跟委員補充報告 其實台塘在去年的時候已經在總統主持的原長 我知道 我也看到文件 他也承諾土地不會做任何的這個 希望院長宣告一次嘛 我也認為 現在原住民主在使用的台塘土地 應該繼續讓原住民主可以繼續使用 我都表示這種態度 還沒有給原住民使用的要有優先權 不要再轉成別人 有優先權 這個我們要堅持啦院長 我們要堅持 我們一直在講原住民的土地的轉型正義 我們回到都然部落 當時我們就上個2月28號吧 還是27號 我也到原民會去開了這個會 會前會 當時我提出了一個共管 先用共管的機制 但是原民會告訴我說 其實可以用專案真話邊 聽說那天晚上 院長你也開了會 也朝向專案真話邊的方向來前進 是嗎 這個 其實我當天在那裡才是的 比委員你講的共管 比共管還要好 共管你還要跟他一起共管 我讓原住民族突然部落自己管 而且我還提供經費 包括人才訓練 樹林苗木 包括機具 我都願意大力提供 不但還幫助他管 我講的真話邊是行政程序的 你要讓他真話邊變成原住民的管理 而不是讓你管 讓你管 搞到最後土地有沒有拿到 我覺得 我是真正要讓都然部落 有這個實際上在那裡 這個而且將來他還有能力 連機器 連苗木什麼通通 是我們這樣政府給他支持 這才能達到能力 或者你光只有一個真話邊 什麼都沒有 繼續方位在那裡不好 我也同 我謝謝你 讓我們使用 但是我們希望透過專案真話邊的程序 能夠取得 好不好 那是後話 那是後話 先讓他有這個 整個做起來 我還希望 作為一個典範 對 甚至也還是 地方創生的典範 我就是要聽你再講一遍這個話 對 就是要讓他變成專案真話邊 不是只有都然 其他地方有一樣的條件 都應該可以進入專案 這個如果有做好做起來 大家會覺得可以這樣 好 最後我還有一件事情 要拜託院長 我們現在民國96年 開始辦理這個土地真話邊 到現在 可以說 用三個字來形容 牛步化 牛步 搞到現在真正完成的比例非常的低 這個數據 可以事後讓院長看一下 嚴明會提供的 現在有四萬多個老百姓 在等著拿到土地所有權狀 但是呢 你這樣那邊 嚴明會根本就沒有人 也沒有錢 也沒有權力 真正的權力在哪裡 鄉鎮公所 所以我們現在要要求 這個土地的業務 我們要求在嚴明會 應該要成立一個原住民土地的管理局 而不是一個管理處 或者是把管理處如何讓它 有更充分的可以掌握 全國各地各鄉鎮的土地 甚至政策 那樣的一個背景啊 它才有力量去推廣 把這個原住民的土地 盡速的拿回來 如果成立一個原住民土地管理局 你覺得如何 我覺得這一個就是 有這個要做的 但是做的能力跟速度太慢 所以你現在是在擔心這個 我覺得那也是因為事實上的困難 原住民很多土地在山裡面 界線也不清楚 第二個 有些是族人彼此之間還有其他不同的意見 所以如何增加這個人力 不一定是另外成立一個機關 如何增加人跟人的處理能力 人跟經費啦 所以我一直覺得 對啦 經費 就是說你看 我說都然部落就是 我補助經費 讓他有人 然後又訓練有能力 這樣才能真正管理那個土地 才能有效應用 因為時間到了 不能再講話 我把一些文 接著請黃昭順委員質詢 尋打時間為15分鐘 主席 主席我想請院長 在執行以前我要請院長 不要針對政黨 在這個公開執行台上 罵其他的政黨 我覺得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不符合一個院長的高度 我希望院長在跟我打詢的時候 能夠注意到這一點 接下來我要問院長 因為我剛才聽到 你再打詢陳毅潔委員的 打詢的時候 不斷的在罵中國國民黨 所以我先提出來 我希望我本席在執行的時候 你不要罵我們中國國民黨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我要講的是 今天早上 我們在這個地方 民進黨用 惡毒 禁護惡毒的方式 把我們今年在公投的過程當中 所投出來的結果 連我們討論的時間都沒有 我們在這裡要呼籲民進黨 因為這一次公投有三大面向 第一個就是能源的政策 第二個是同婚跟信品交易的問題 第三個部分就是 台獨的訴求 要不要進入國際的運動賽事當中 三個案子很清楚的 人力已經表達了我們的意見 可是現在民進黨 在打假球 嚴重的打假球 連討論的機會都沒有 甚至於 在明年的總統跟大選當中 還要把公投綁大選這個部分 又要把它做修改 我請院長在這裡明確的答呼 請你不要跟我回答說 這是尊重立法院的權責 這是民進黨在整個政策上的決定 到底明年的公投綁大選 這個部分 公投法要不要修改 請主委 請院長答呼 那個主委 我請院長答呼 喂 你要我答呼的時候 不要罵國民黨 但你質詢拼命罵民進黨 我沒有罵民進黨 你從剛才都講民進黨 你不用替我耍嘴皮啊 我不希望你從剛才都講民進黨 我是代表行政院來打詢 好你代表行政院 請問公投法你要不要做修改 公投法有沒有要修改 我現在還沒有看到案子 如果有草案出來 你自己的主張呢 要行政院會通過 你剛才先罵 罵國民黨說我們是 要不要我打詢 洪水猛獸 所以我在這裡對你提出最嚴重的抗議 當年是這樣啊 現在是怎樣 當年是這樣啊 什麼當年是這樣 每一個法案在修改的過程當中 院長你今天好 你今天如果要用民進黨 過去的黨主席的身份 還是什麼身份來 沒有行政院長 好 那你就好好的給我答詢 好 第二個 不在即投票在今年 會不會擺上去 我現在都還沒有看到草案 所以你完全沒有主張 不是 你個人的主張呢 我們要送到立法院的草案 一定要經行政院會的通過 行政院會是我主持的 那要送行政院會討論的 所以換句話講 公投綁大選如果要做修改的時候 你不是在問我 你經常我就還沒說 我說要送到行政院會的草案 一定要相關程序完備 完整討論後 才會送院會 我這裡會看到 來 好我現在請問你 以目前公投法的條文 你支持嗎 現在公投法 我們都遵照公投法 依法行政 依法行政 所以換句話講 你現在的主張 你可不可以明確的告訴我們說 因為行政院會有 哪一個法案要修改等等的主張 你會有主張要去修改 公投綁大選把它改掉嗎 現在我沒有提出任何主張 好 這個相關的主政單位 主政單位 他都會以貴院通過的法律 實際運作的結果 有沒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以及社會進步的情況 然後做出各方面研討的草案 再送貴院審議 第二個 每期正式要求 如果你們要修公投法 請你把不在籍投票 把它擺進去 因為這兩天我看到 其實我是反對 李靖勇擔任中選會的主委 但是他昨天講了 他說 不在籍投票 只要用在公投 就是公投的議題 不會放在大選的議題 院長 全世界有多少個國家 都已經擺了不在籍投票 我們希望院長 能夠在不同的時間 就像你剛才講的 不同的時間 有不同的主張 如果你今天 對我們的公投 包括我們投婚這幾個案子 通通都是打假球 民進黨今天年 讓黨團表現得很清楚 院長你坐在那裡 表決的結果你看到了 你不會覺得難過嗎 七百多萬人民的投票 就在這樣子幾分鐘把它否決掉 所以本席在這裡 對你提出最嚴重的抗議 這是第一個我要講的 這個委員 你們立法院怎麼表決 結果怎麼會對我行政院長抗議呢 當然 你們都看得很清楚 民進黨黨團 做這樣的表決 火決掉 火決掉七百多萬人民的投票 我告訴院長 委員你剛才才叫我說 不要用民進黨的主席 但是今天 在現場 你現在對於民進黨團的決議 或者 立法院的表決 今天很明顯的 民進黨黨團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我只是提醒你 讓你知道說 七百多萬人民的聲音 請你不要忽視 這是第一個我要講的 這是貴院的 遇事運作 貴院遇事怎麼運作 不要用這種方式在立法院 講我行政院長啊 不要用這種方式在立法院 拖延 而且模糊焦點 第二個我要講的是 事實在前面啊 事實剛剛發生啊 事實剛剛發生 就是投票的結果 你看到了嗎 這是立法院的 你看到這樣子投票的結果 你沒有感覺嗎 你們愤怒嗎 你們愤怒嗎 請問你沒有愤怒嗎 我尊重立法院 這是你們的黨團 你沒有愤怒嗎 我很重要 我講三次 你沒有愤怒嗎 你叫我不要用 民進黨主席啊 請你尊重我 你沒有愤怒嗎 我是行政院長啊 你沒有愤怒嗎 我們很愤怒 我們很愤怒 再來我要告訴院長 抗檔 你剛才不是叫陳醫姐委員不要講英文嗎 你竟然講什麼 抗檔 我沒有叫他不要講英文 你剛才就用這個 同一種言不能溝通 在立法院不是耍嘴皮 你不要在這裡跟我耍嘴皮 再來我現在要提醒院長一件事 我來打詢啊 寒牛 寒牛 你們看到 你不打詢你可以回去 好謝謝 來院長 那個主席 我們的院長 我在這裡讓大家看到 我們行政院的院長就是這麼的驕傲 沒有關係 我現在就告訴你 七百多萬的人民 會在明年的投票的過程當中 我不希望你上來 你不上來也沒關係 你不上來說明也沒有關係 寒牛的旋風 到今天我想大家都看到 很簡單 不管是他在馬來西亞 在新加坡 他所造成的旋風 他講了一段話非常的重要 就是他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講的愛跟包容 我今天讓所有的媒體看 我們今天的行政院長 有沒有愛跟包容的態度 這是第一個我要講的 第二個 為什麼寒牛到今天 依舊讓所有的人民跟著走 很清楚我為什麼講 卡寒就是卡高雄 因為韓國瑜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他就已經提了九二共識 你今天不說明也沒有關係 但是我想在這一次過程裡頭 包括行政院的龍委會 甚至於從他一上任開始 蔡英文講說多了好幾個陸委會的主委 黃崇燕講說有樣學樣 他就講說好多的土包子 然後農委會的主委到處放冷界 但是我們昨天看到的就是 當他講了說行政會議 他已經講說只講經濟 不設政治 我相信韓市長在這次的整個過程裡頭 他一定是全程公開透明 我倒是要問問陸委會的主委 你今天早上講 講了什麼 一大堆什麼九二共識 一國兩制等等 甚至講到九二共識 一中各表 習大大等等 我這裡有一個民調 這個民調非常清楚的知道一件事 所有的人民 對我們現在的兩岸關係 是不滿意的 那對於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你要怎麼處理 跟委員報告 我們在很努力改善這個兩岸的關係 比如韓市長 這次要去大陸 我們之前他有一個首發團 由葉副市長去 我們很快在政府批准他 葉副市長回來之後跟我通過電話 跟我談到這個 我想你今天早上有講話 那個陸委會的主委 現在本席要講的就是 你在1月23號 你就去高雄跟韓市長講 我很清楚的告訴你 今天韓市長的票 是最新的民意 他在選舉的過程當中 很清楚的跟大家講 九二共識 今天蘇貞昌院長 不敢面對本席在這裡的質詢 他不敢面對沒有關係 全國的人民都在看 我們希望全國的人民 看到我們蘇院長 傲慢 而且不面對現實的一個狀況 這是第一個我要讓全國人民看到 第二個我要跟陸委會的主委講 你這一次的過程裡頭 你會不會像上一次龍委會的主委 在那裡雞蛋挑苦頭 不會啊 看到歐亞的空氣 我們今天在立法院剛開始進來的時候 我已經提到 我們先前充分溝通 這是一個很好的戰略協同 包括首發團 以及他將來要去的 我們在香港都有駐外代表 澳門 我們一路來協助他 後來他會從小山東回來 我們今晚也有人在那裡 我們也會迎接辛苦的韓市長 去賣台灣的農產品回來 主委 這兩天 所以呢 他請我們放心 我們也非常放心 穩定的兩岸關係 是我們在國際外交上 以及所有的動作上最重要的一步 你不要建設再登上去 蘇院長擺明了建設再登上去 包括蔡英文總統 這兩天也被日本打臉 我現在很質疑 我們的國安會議 陸委會的主委會參加嗎 不同層級的參加 國安會會參加 不同層級的參加方式 你會參加嘛 對不對 那麼這個東西 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也就是日本跟蔡英文總統 在接受專訪所提的部分 當時你們討論過了沒有 我想基本上總統站在一個高度 他不是從台灣來看世界 從整個全球的變局 來看台灣最重要的角色 安全的議題 不是只有台灣的議題 安全的議題是個區域的議題 所以總統提出要一個安全的對話 所以現在我們必須要面對 所有台灣人民不是被恐嚇長大的 但是所有台灣人民 大概也不會接受 我們那個最沒有風度的院長 說叫我們拿著紹帚去打仗 今天本席想知道的是 你們在做決策的過程當中 你們事前知道有這樣子的專訪嗎 我想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跟委員報告有三個高度 台灣的價值在哪裡 一個是戰略地位 就是島鏈的這種安全 這不是只有台灣是區域的 第二我們在半導體產業 我們這個在亞洲的領先 在世界的領先 第三個是台灣的自由民主價值 總統所要提出的就是 台灣為什麼重要 這個美國的學者 台灣為什麼重要 全世界都知道 尤其中華民國2300億的人民 最注意台灣為什麼重要 但是我們也不法忍受 你們每天用這種方式來恐嚇我們 而且擺明了兩岸的關係當然很重要 如果兩岸的關係沒有辦法 真的讓人民放心 你看你整個的民調百分之六十幾的人民 認為 蔡英文總統沒有辦法處理好兩岸的關係 在這樣的狀況下 他就接受專訪 然後又讓日本打臉 這對我們台灣的人民的信心來講 所以我希望 我們整個兩岸的關係 可以是已經冰點好久了 從蔡英文上任一直到現在 都是以毒不回 那麼今天面對 韓國瑜要到對岸去 你們今天又講了一堆話 什麼政治框架 什麼東西 什麼東西 但是你不要忘記 請你不要忘記 韓國瑜是罕見 昨天拿著稿子 講說我們只做經濟 中央的權責他們全部都不會碰 所以我在這裡還是要嚴正的 跟陸委會的主委講 其實這一次請韓市長到那邊去的時候 我不知道陸委會 接著請林常佐委員質詢 好來 請同仁收一下 好來 來請林委員 我們請院長 請書院長 好我們請院長 來請書院長 請書院長 你好 好 好 你好 我想今天才去 可以這樣過下來 很多人都在說 對中國的關係問題 所以我想我也是 嚴肅這個問題來跟院長 討論一下 請書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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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最好的 資料也太多 我們真的需要參加 這個世界的防疫也沒有國界 防疫無國界 防疫無漏洞 才是對人類好的 台灣願意做出貢獻 但中國用盡手段 讓我們沒有參加 沒辦法參加 這也很危險 可見 它的手段 國際上 兩派之間 國來都有 是 我相信議長一定是有警覺 所以說 其實你這段時間 就人了後 你對中國的堅定 這個共和台度 大家都很堅定 只要說關心中國對台灣通戰的 這些我們的民眾 都會很堅定 所以說 其實剛才 剛才 這個黨委員在說的時候 他有說到說 像是議長和主委 認為中國對台灣在通戰 他說這是你們兩個的看法 其實 不然是議長和主委 或是說 加入副比書長 去年八月的時候 美國國會 他的美中經濟 他安全審查委員會 他主要是在審查美國和中國的關係 但是他內部也特別說到 臺灣受到中國通戰的事情 他特別說 去支出這個中國對台灣發動 發動這個信息前 就是我們所有的這個假資訊 還有孫海臺灣政府 這個照顧臺灣和第三國的政界人數 來插通 頂頂的通戰的行為 上月這件其實 其實教委會也有說到 他教委會之前 他也說有很多中國背景的人 那是說 海外相關的通俗團體背景的人 他是用經母文化交流的名義 來組團來台灣 實際上是在做通戰的補局 所以說除了經母文化交流 剛才說美國的警告 他們頂頂以外 其實連臺灣的媒體 不是說有這個特別 這個意識形態的媒體 是大家認為說 還算中立的媒體 他去訪問這個通俗黨的幹部 臺灣的通俗黨的幹部 他自己說 透過幫牌 透過台商 透過公廟為主 最近也開始吸收 發生了 所以說 這些禮都會看得出來 其實不是像剛才 我當委員說的是你們兩個人為 其實這些禮都看得出來 現在通前的這個勢力 已經用各種的名義 太敗反 要閃透來臺灣 來臺灣 所以我想要請問議長 李認為說 這是不是很嚴重的問題 這是不是我們應該要好好來面對 是 我覺得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因為 性準是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的問題 也沒有性準就沒有一切 國家的租款 是絕對沒辦法扭譜 沒辦法打擾 所以 怎麼收到國家的租款 才讓我們臺灣 可以有安全 而且在國際上 可以跟人家翁來 不變成中國的一部分 這是我們的責任 也是最重要的任務 中國 沒有放棄 要併吞 臺灣的心 跟沒有放棄 沒有排毒 武力 對於臺灣的手段 所以 臺灣 警戒要非常小心 這是我們怎麼做的事情 其實委員長你說的 我們丹主委 他幾年五月就說了 他五月怎麼說 他那時候就說 政府要採取必要的措施 現在要開始 占對中國大陸 再加個政府官員 和相關人士來臺灣 要嚴重新疾 所以說其實我們的想法 都一直 台度都一直 但是我現在 給你看一下資料 你會覺得怎麼會這樣 因為 結果我就 去年年的時候 我來問主委說 說 你現在今年 說要嚴重新疾 後現在所持怎麼樣 看起來是不是 說我們的這個 新疾的結果是怎麼樣 結果那個時候 就委會跟我說 沒有資料 我跟他問說 尖對中國的官員 哪有分類嗎 有分析嗎 有那樣的這些 那些背景的人來 我們什麼樣的 我們要嚴重 什麼樣的 現在來的人有 這麼少 結果沒有 結果是我自己去找 以民宿 說你相關的資料 我自己來整理 我自己來統計 結果整理出來的 這個所持是這樣 你看喔 一、兩年的時候 要還要7%的人 就是來申請 無統計的 這個中國官員 到一、七年的時候 降計到6% 就是變得比較寬鬆 到幾年 還要嚴重新疾 結果幾年 是更多 是沒過的 剩5% 就是一年 差不多減少 要0.5% 甚至是更多 所以說 議長 你覺得怎麼會這樣 因為我們大家也找 都會說 應該是要更嚴重 連主委也說 結果我們調子 來看算 好像不是這樣 呢 各位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 基本上是 鼓勵 對定的交流 所以如果來 願意 紀元 不管是公開 還是 不 反正 人費 形式 有跟我們接受 有跟我們交換意見 我們會給他來 所以這個所謂 我們是嚴格來自 這城 後 都沒有人來 不跟我們贊助 都跟我們 還是跟海基人 來交換意見 來表達 我們希望 這個所謂 主要原因就是 他們的人來 有跟我們接受 議長 其實主委 他在學會 來幫我報告 結果報告的 來用跟 剛才差不多 其實就是沒有來用 他的來用 沒辦法去解釋 什麼所謂 是更加 更多人來 包括說 我們身長的來用 剛才主委 我們身長 就是要要 要對定 要有尊嚴 但是 這個 實質上 實質上 提到 我們身長的主要 是什麼 其實就是 叫人先報告 叫這些 中國官員來 要報告 以來的主題 以來的 行政 以來的 教育書 人家你想想看 他們這些通證的 這些部門 你說國台辦 國級的這些台辦 他怎麼會寫說 我要來幫你通證 我要來跟你們這些 林立社區的人 來幫你去收 他不會寫這個 他當然 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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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 報告 很厲害 他也會寫一個 音樂的交流 文化的交流 宗教的交流 民間的交流 我們說一個 整理 這個 在台台 古板的這個 中國 新冠生的這個活動 說起來 是說 文化 音樂的交流 結果 現場發生 這個通緝黨的人 打台灣學生的事情 現場 上海 台辦主人 立文會也在現場 我想問他 這個 台辦主人 他的音樂 專業的背景 在哪裡 他是很會唱歌 他是說 他是要來做主持人 要不然他也是 我們看一個 教育的書 一個文化交流 音樂交流 基本上 其實跟他們的這個 中國官員 應該是沒有關係 怎麼會說 我們就說得通過 因為他的報告 看起來 覺得說 哇 都是跟他無法 無通正 怎麼會這樣 委員報告 這個事情發生在 我重營之前 重營以後 立文會 你就比較慘了 因為他 他以來 就是 鄉下交流 跟台北市 鄉下交流 我有給他來 但是因為 做這個機會 要去高雄 我就沒有讓他去 所以大家在報告 都看 很多人也是跟他配備 但是我經濟很清楚 山西交流 許可 OK 但是其他的東西 你要另外去處理 所以不可以讓他 忘了要檢視一口 在台灣 爛爛爛 我這裡稍微要打翻一下 因為 很重要的是 我們在看這些通證 這些資料 時 跟從他們來後 後出的這些效果 時 絕對不是看說 你這次來台北 有去高雄 沒有 你這次有照你的價位 書 只來台北 你來台北 有人會去他的飯店 跟他近臉 沒有 他會去做什麼 的事情 我們不一定看得到 我們沒辦法 感謝說 感謝說 二十四點鐘 有人站在他門口 不可能 他也會說 這是一般民間 他近朋友 一定是這樣說的 我要說的很重要的就是 你如果照他的行程來看 照他的價位書來看 一定不會太通證了 你如果照他的主題來說 一定是民間的交流 生氣的交流 文化的交流 所以說在這裡我願望說 委員長在這裡 是不是可以做一個選擇 就是說 這個部分 要嚴格來自行 包括這個 所持上 應該 不可以這麼寬鬆 包括說 我們身材的這個 內容 應該就要更嚴格 這個 更嚴格 應該就要更嚴格 好 委員 我 同意 委員 剛才這順序 這一節 在說這些工作 我同意這樣 應該要更嚴格 而且 我也認爲 如果你在政會來 創 委員理 本來申請的 內容 去做不斷 或是我們不許可的事情 連後來就不可以讓你來 對 這樣 我同意你剛才說 我們來比較嚴格 不過我要標示 兩點態度 第一 我們是民主開放的國家 所以 我們跟共產黨說 很嚴格 你都不可以來 或是你來 我都派人跟你對 我們比較沒辦法 因為我們是民主開放 實在說 我也不怕你 就是說 你來 我是民主開放 這個順序 比你的 統治 嚴肅 那比較有順序 我們相信 這樣 不過 我們也要標示 說 你如果要跟我申請 標示 我有政府的 所以 你就描描我申請 我政府 第二點 我是覺得說 要標示一種態度 我就是 以後 如果 你來的人 要 用 百種 名字 來 做 匯活 匯科的事情 後來我 對一種的 我必須更嚴格 這樣 讓他感到 我們政府 有力量 關節 你 原廠我在這裡 提示 你如果這樣說 我相信 再來 主委 劉委會 有很多人 中國管理官員 他不一定可以來 因為他 有些人 進行 就是因為來 他的名字 這個 母婦下 他的這個 價位 要是說他的名字 然後 那個時候 我們就說 那個時候 不要讓他來 照頭段引流說的 應該就是要 你 我們不可以說 你後天 你這個 提供價位 看起來就更正常了 你如果有 為規矩 你如果有 這個 有什麼 我們覺得說 他應該還要更加精神 還要嚴重 我們以後就不一定要讓他來 因為你這個人 沒有 要讓我們管 再來 我覺得很重要 為什麼要說這個 是因為 頂高位 其實 段主委 他在金門 他有跟金門的議長 就有選擇 他選擇說 要企辦 開放中國 一定贊助 以後的官員 日期金門的時候 可以直接辦 小三通 落地籤 這是要企辦 但是我要替提親 我們一方面說要嚴重 結果一方面說 我們現在要對他們 可以直接落地籤 我覺得 這一定要有 好好的原意 一定要好好 檢討 因為我覺得這是很嚴重 委員報告 那是 贊助很急 現在科長急 你如果說 你不要說 一般公司無緣 但是我 就算是這樣 我覺得 也會很危險 他一間一間來看 他一定會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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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定會 他一定會出來了 他一定會出來了 所以他知道 他有把我們申請過 這應該沒什麼問題 我們如果說要更嚴格 不是說有來過 就一定會出來了 這是一個基本上的邏輯問題 在這裡 另外一個更重要的 我時間也有限 一個更重要的 就是現在大家很關心 在香港和中國政府 很好的南海控告公司 參與相助簽的表案問題 現在大家在說 他的校民上 是不是發展 台灣發展的中主問題 我要向委員長提醒 我要向主委提醒 是不是中主 這是金管會的事情 這是道心會的事情 他不是沾對校民去審查 六委會為什麼也要參與審查 六委會不是在審查 他的錢 六委會是審查國家安全 六委會是審查 他對台灣的民主自由 會發生影響 我是很怕說 我們六委會 只要過去 那年軟炸的這種態度 到時候他就說 這校民上 我們這個沒辦法 他校民上不是中主 我要提醒 六委會都不是審查他的錢 恭喜 鄭正宇委員的諮詢 以書面提出 請行政院書面答覆 並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接著請陳寅委員諮詢 巡答時間為15分钟 麻煩請我們原住民的傾家蘇院長 請蘇院長 院長慢慢來 等一下有需要答詢的時候再站起來就好 院長可以先請坐 院長 大家好 我想再一次看到蘇院長回到立法院 回到行政院擔任院長 我覺得我們原住民這麼長久的很多的問題露出了曙光 因為您總是打光照亮 是我們的一盞明燈 那在3月1號的時候 我陪同院長我們到這個都蘭部落去種完樹 這個林場種完樹之後呢 我又窮窮窮趕到台東市去跟台東的原住民的民宿業者座談 他們希望我轉達一個請求請院長幫忙 就是他們想要跟院長借錢 那為什麼要這個 那為什麼要這個 我就想說 那搞老半天就是為了這個 這個振興國內旅遊觀光 然後有這個 又還要再繼續推出這個4到6月的新春旅遊方案 那 這個 他們就不曉得後面還要墊多少 而且據說 前面欠的6月份 錢才會完全核銷完畢 我想這個觀光局 在推出這個政策的時候 他也沒有做好評估 那一直到現在他們才委外趕快請人來做這個核銷的事情 所以本來是政府的美意 結果現在罵聲連連 害得我們這個原住民朋友還說 請我來跟院長要借錢 所以這個 是不是可以請院長你這麼有效率 可以來要求一下 那如果這個既定的政策 我們還是要推動 是不是可以強 嚴格的要求 只要一個月內所有的核銷就要完成 再不然我們要想想有沒有什麼其他的替代方案 帶電的這個壓力不應該全部都在業者身上 請院長才是 好 謝謝 委員這個軟通方案 確實是帶動地方旅遊業者相關業者很大的 整個業務都提高非常多的層數 所以大受歡迎 因此才會主政機關交通部及首屬觀光局等 在一開始的時候 人力跟作業的熟悉度都還不夠 因此現在就是第一 撥款預付先撥給他 第二就是增加人力趕快核銷 第三限定期限一定要核銷完成 所以現在這一些作業方式 確實對於以前一開始的時候 因為人突然業務大增 所以確實核銷比較慢一點 現在這個逐步再趕上來 我會再要求交通部 要立刻向陳委員剛才所說 限定更短的時間 同時一波更高的層數 增加更多的人力 讓他能夠很快 能夠帶動業者好的收入外 也增加便利性 那所以前面那個半年欠的 還要等到六月嗎 我會讓他儘快 我已經交代林佳龍部長 他現在正把每一方面都做起來 這有點像屏東燈會 人少擔心沒人 人一多接駁車不夠 貨拼命加拼命加 那公務人老實說 包括志工都很感謝 連那個公路總局 副局長都現場作證 晚上11點45分 還傳來 說最後一個旅客上車了 所以因為人多 或者業務提高 一時之間會比較慢 但增援的資源人力會趕快 謝謝院長 那這樣我就可以告訴他們說 應該是不用再跟院長借錢了 錢很快就下來了 好那另外呢在去年 院長您競選這個新北市長的時候 本席有陪同您參加了一些原住民的活動 那特別是在我們原住民的造勢場合上 我非常仔細聆聽 您所提的這個老人假牙補助的政見 那很巧的 在爭取這個原住民老人假牙補助這件事情 我也是努力相當多 那我質詢不下10次 今天可能是第11次超過了 那雖然您新北市長沒有當選 沒有辦法完成這個新北市老人假牙補助的這個政見 但是您現在是院長 我相信你在這個位置 應該可以做更多 可以幫助到更多的人 那過去我每次在這個委員會質詢的時候 要爭取這個擴大原住民假牙的補助 衛福部他們都是反對 他都跟我講說 陳委員 你們應該要注重這個牙齒保健 我聽到這個話 我就想到 好像當時你的對手侯友宜 反對你說要提這個假牙補助 就要我們要塗福 問題重點是說 吹氣都沒有 是要塗在哪裡 要怎麼做保健 難道要塗在皮膚上 塗在頭頂上嗎 所以 裝假牙齁 他對老人來說 這是一種尊嚴 吹氣 他就覺得自己很帥很漂亮 願意走出去 那而且可以好好咀嚼食物 有良好的消化 良好的這個營養 那身體就會健康 那身體健康 醫療費就會省很多 那再來 原住民的這個平均餘命 55歲 所以啊 那現在放眼望去 桃園 台中台南高雄 宜蘭 彰化南投基隆 金門連江 他都全面喔 全面不排富補助 這個55歲的原住民老人 來裝假牙齁 那 雖然我好不容易有爭取到 原住民補助假牙到 降到55歲 可是只有中低收入戶 那個門檻有時候 又不是很好申請齁 所以 難道 我們一定想要補助 得到假牙的補助 我們都要 都要 挪到這些縣市嗎 齁 所以 我想就是說 院長 我講這件事 你一定非常的了解 你一定聽懂我在講什麼 一定了解這個裝置假牙的重要性 齁 所以 我想我今天再接再厲 那要求原民會應該要推動 補助全國原住民的這個 裝置假牙不排富 而且是降到55歲 那我也在去年在預算決議提案的時候 有要求原民會在今年要完成計畫 並且編列明年度的這個預算開始執行 所以我想要請教 就是說你們現在進度怎麼樣 那計畫什麼時候可以公告 我跟委員報告 也謝謝委員 因為你長期關心原住民的假牙的問題 所以因為這樣 所以衛福部原來補助假牙的中低收入負的部分 全國都是要超過65歲以上才可以補助 那因為委員的要求 嚴密的部分已經下降到55歲以上的原住民 都可以獲得這個補助 那至於委員要第一部要求的 不排富的這個部分 我們正在研議 有沒有可能在相關的期待預算 做一些研理 比如說在公裁的這個回饋基金 看能不能還有這樣的空間 來做這樣的一個爭取 所以目前進度 就是你們會朝這個公裁基金的部分 去找經費 我們會沿你相關的計畫 那有沒有預計什麼時候 可以來公告這樣的一個好消息 通常如果是明年度的預算 要在今年的這個 這個六月以前要提報給財政部 好我想院長 我們大家任期都有限 你今天PO出來叫做50天可以做什麼呢 好那我們就算算說 我們這個任期剩下這樣子 我們可以做什麼 我想這個擴大假牙補助這件事情 就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那請院長再Push一下原民會 好好不好 好 謝謝 那我們再看一下下一張圖 這張圖是都蘭部落林場的照片 那這塊土地 那之前是由退府會台東農場 我由民間公司經營造林30年 那合約在這個六月到期 那都蘭部落一直非常希望說 既然退府會已經不再使用這塊地 來照顧榮民了 那這塊這個這個部落的土地 就應該要交還給這個部落來經營 那恢復原本的這個生態 從去年年初開始 經過行政院東部辦公室 還有退府會 在原民會 來來回回很多次的協調 那這當中呢 我們這個台東服務處 也都到場去關心 那甚至這個這件事情 也被提到了總統府原轉會來討論 但是始終這個進展 是相當的慢 我們族人非常的著急 不過呢 就在上個星期五 3月1號 那院長親自到這個都蘭部落去視察 我們也在那邊一起 不要讓地球禿頭這樣子 種樹 那院長有了非常明確的這個進展 那院長指示說 相關部會將會協助部落培育人才 剛剛也有講過 並且提供補助 把部落附於森林的過程打造成地方創生 這個年輕人太開心了 那 我在這裡 真的還是要給院長 這個大力的說聲 有夠讚 那我們院長是阿美族的親家 那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 非常的明快 那一次的視察 就給出了具體的建議 不過後續的執行 我想 身為原住民的立法委員 我還是會幫院長緊盯所有的相關部會 看看院長的指示 是不是有順利來落實 那院長 我們 讓我們一起來實現這個都蘭部落的夢想 好不好 好 那我有具體三個這個主張要求 第一個 土地歸還都蘭部落要落實歷史正義 那第二個 就是階段性以專案計畫增化編為保留地 那第三呢 就是最終 這個土地要由都蘭部落公法人自主管理 因為我知道 其實部落都蘭部落最在意的事情 它還是那個林場的這個土地是最在意的 那之後 到底可不可以變更專案變更成這個原住民保留地 那這個土地有原民會管理 那部落族人再來申請利用 那這樣就是名正言順 那更符合我們原住民的這個土地正義 那這件事情其實已經討論很久 那今年2月行政機關協調會議當中 有確定就是以這個專案增化編的方式 變更為保留地 我想請教一下主委 這個案子送行政院了沒有 根本委報目前我們就按照院長在3月1號的指示 就是說我們要先協助部落針對地方創生的部分 跟相關部會一起來援引相關的計畫 來讓他們實地可以用到目前這個 所以你是還沒送嗎 我是問你現在是還沒有送是不是 是還沒送 還沒送那你什麼時候要送 我們還要把相關的計畫做整盤的 那個一個騎乘嗎 院長通常以前我們跟院長一起做事 他都會說啊什麼時候 他會問得很明確啊 我可以請教你什麼時候 那個委員 現在我特別清楚都南部落 因為委員一直也關心 那都南部落實在是一個非常有能力 跟非常特殊已經完成法人登記 而這個林地就在都南部落這裡 所以我非常清楚都南部落主人 現在最最需要就是實際上管理營運這個土地 第二他們其實缺乏資金 管理的人才也還沒有了解以及懂得怎麼運作 所以我不但要給錢 而且要訓練行政跟專業管理的人才 而讓這些人才真正能在這一塊土地上 獲得很大的包括苗木就是要種樹 苗木獲得機器 包括種樹要相關機具 運送出入等等 這樣都南部落的族人 他們不但實際管理營運這個土地 而且有大量的政府給他的資源 所以他不是空的 他也不用再去另外拜託人家 然後把這個林地真正成為都南部落 經營成功作為全國典範 這個我覺得是最最重要 也是我答應他們 而且很快 委員那天跟我一起去見證眾宿 請你一起見證 都南族人怎麼樣經營這塊土地 而且可以看到政府資源一筆一筆到位 人才訓練出來 這個地方真正由族人親自管理 而且是內行的管理 這個以後還可以擴展 我是覺得最好的 所以如果短時間 聽起來是短時間 如果沒有辦法變更為元寶地的話 因為土地它可能還是暫時會有退普 就是現在這個土地在原有民間公司租這個屆滿 他也放棄了 那這個土地就是給都南部落實際管理營運 這還不是共管喔 還是他管理營運 好 謝謝 那最後一點點的時間 非常感謝 詞曲 李宗盛 好,謝謝 抱怨會上午質詢到此為止 下午1時50分處理臨時提案 下午2時30分繼續進行內政組織質詢 現在休息 下午2時40分 下午3時40分 下午3時40分 下午4時40分 下午4時40分 谢谢观看